第871章消息 泽泽 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叶星辰挥动双拳 打得林杰和宋林不断吐血 他环顾四周 发现林杰带来的人都已经逃掉了 顿时出言讽刺 一脸冷笑之色 一群叛徒 混蛋 林杰和宋林两人健壮 皆是脸色苍白 非常难看 战斗到现在 他们早已经过敌叶星辰 被打得重伤 如今 他们带来的人都已经走了 就剩下他们两个 如何跟叶星辰他们几百人战斗 这不是找死吗 两人瞬间绝望了 他们知道自己这次死定了 有叶星辰在他们赢不了 有袁孟涵那些人在 他们连逃都逃不掉 叶星辰 我是宋国皇子 你不能杀我 否则便是与我们整个宋国为敌 宋林紧张地大吼道 眼神慌乱 满脸畏惧 砰迎接他的事 叶星辰的金色拳头 无匹的霸气震慑人的心神 刺眼的全光照耀大地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将已经重伤的宋林轰杀致死 宋国 呵呵 赶在古战场杀人 就要有被人杀死的觉悟 叶星辰一脚踩碎宋林的尸体 随即看向脸色惨白的林杰 冷笑道 你说是吗 林杰 林杰满脸绝望之色 但他并没有放弃尊严去向叶星辰求饶 而且他非常清楚 就算自己求饶也没有有 正如叶星辰所言 既然敢在古战场杀人 那就要有被人杀死的觉悟 至于像宋林那样用背景去压迫别人 那简直可笑至极 因为像叶星辰这种天才 注定会败入补天教 宋林的那点背景能够跟补天教相提并论吗 所以 在这片古战场上 只要你拥有实力 根本不用担心敌人拥有什么背景 只要你够强大 就可以无所顾忌 叶星辰 我承认我失策了 没想到北玉瑶光城那种小池塘 竟然出了一位像你这样的真龙 林杰惨然一笑 成王败寇 我没什么不甘心 不过如果你愿意放我一马 我可以用巨大代价来交换 如何 他终究是不甘心死亡 毕竟他前途无量 又有一个厉害低哥哥 只要度过此劫 将来必定亦非冲天 您要神欲大路 代价 叶星辰吃笑一声 盯着林杰苍白的面孔 冷笑道 用你身上的物品吗 呵呵 等我杀了你 你的东西便都是我的 这我当然知道 再说我身上也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说的巨大代价 是指一些消息 有时候 消息的价值 是无量的 林杰看向夜星辰 再看向不远处周克的尸体 继续说道 跟此人身后的势力有关 我想你应该很感兴趣 地狱 叶星辰神色一鸣 随即身子抱射而出 抓起林杰便向远处飞去 你们先打扫战场 我询问他一些事情后就来 叶星辰的话语随即在袁梦涵等人的耳边响起 众人也非常识趣 没有上前去打扰叶星辰 前面的一座山顶上 夜星辰扔下林杰 冷冷说道 你知道地狱的情况 说出来 如果对我有用 我可以放你一马 林杰文言摇了摇头 说道 这是我最后的底牌 我现在就告诉你了 等一下你再杀了我 我找谁哭去 这样吧 你可以封印我的修为 压着我去亡灵古城 在城内不允许杀人 届时我就不担心你会反悔 再告诉你消息 夜星辰冷笑道 你当我是白痴吗 你哥哥估计就在亡灵古城 城内又不允许杀人 届时你就不用惧怕我了 还会告诉我消息 我可以先告诉你一半消息 林杰说吧 紧紧盯着夜星辰 摇头道 其实你大可放心 你的实力不在我哥哥之下 像你这样的天才 已经不是我敢得罪的了 如果早知道你拥有这样的实力 我们根本不会成为敌人 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 说到这里 林杰心里面安骂不已 你压得的一个上位神大员满强者 怎么不去至尊楼居住 居然这么低调 半猪吃老虎 实在是太可恶了 一半消息吗 可以 你先说说看 如果针对我有用 我就饶你一命 否则的话 就算你哥哥也保不住你的命 夜星辰淡淡说道 目光冷立 带着一丝霸气 令得林杰暗暗打了个寒战 不过夜星辰的话语 让林杰有些欣喜 看来自己的小命有可能保住了 当下连忙说道 当初周克投靠过来的时候 我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不过在他展现出地狱的身份之后 我才不得不接纳了他 毕竟地狱实力强大无比 我和我哥哥都不敢得罪他们 说重点 夜星辰冷哼道 林杰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你既然杀死了周克 肯定得罪了地狱 我想你一定想要知道 这片古战场混进来 多少地狱的强者 想知道他们的身份 对吧 你知道吗 夜星辰眼中金芒一闪而视 林杰黑黑笑道 我知道两人 都是尚未神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他们一个是想要拉拢我哥哥 所以我才知道的 而另外一个 是通过周克认识的 我可以先告诉你其中一个 等去了亡灵古城 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两个尚未神大圆满 夜星辰眼神一宁 心中骇然 这样的天才 地狱竟然一下子混进来两个 要知道整个古战场 也不过二三十个尚未神大圆满而已 由此可见 地狱的实力有多么恐怖 讲到这里 夜星辰紧紧盯着林杰 审声道 先告诉我与周克认识的 那个尚未神大圆满强者是谁 此人跟周克认识 他现在杀死了周克 对方肯定会找他麻烦 当然得提前做好准备 他叫彩虹仙子 和我哥哥林堂一样 也是中周十八大天骄之一 不过 他的名气比我哥哥大多了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美女 听说和五位公子中的艺人都有些纠缠 整个神战谷战场无人不知 林杰一口气说道 夜星辰眼神一宁 对于中周十八大天骄的名字 他早就从原语那里得知了 其中就有这个彩虹仙子的存在 只是让夜星辰没想到的是 此女居然也是地狱的人 第872章战事篇程 望着面前脸色惨白的林杰 夜星辰心中沉思着 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个人的话语 毕竟 彩虹仙子的光芒太耀眼了 在他看来 地狱的人 应该很谨慎低调 比如说 平常一个不起眼的人 说他是地狱的人 夜星辰还相信 但是这个彩虹仙子 那简直就是万众瞩目 如果他是地狱的人 岂不是很容易就暴露了身份 不过 到了夜星辰如今这个境界 如果林杰敢欺骗他 应该可以被他看得出来 除非林杰的实力比他还要强大 才能瞒过他的神觉 但这显然不可能 微微沉吟片刻 夜星辰目光凌厉的盯着林杰 冷哼道 你不会再骗我吧 彩虹仙子如果是地狱的人 恐怕早就被各大门派发现了 据我所知 地狱的人一向谨慎低调 不会让自己的身份暴露 林杰文言摇头道 实者须知 须则实之 彩虹仙子其实很聪明 他暴露在世人的眼光下 万众瞩目 那么众人也会如你这般 不会轻易相信他是地狱的人 至于我 也是从周克身上才知道彩虹仙子的身份 不过 即便如此 如果不是遇到生死危机 我也不敢向外人透露彩虹仙子的身份 我想 知道彩虹仙子身份的人 肯定也有一些 但他们都不敢透露 毕竟就算我们以后败入了顶尖大门派 也不敢轻易得罪地狱 最多心里面有个警惕罢了 听了林杰的话 夜星辰微微点头 如此说来 倒也说得过去 也罢 他也只是有个警惕罢了 又不是真的妄想要对付地狱 那不是他可以抗衡的势力 只要知道彩虹仙子的身份 管他是不是真的 心里面有个警惕性 就不会遭到对付的暗算 当下 夜星辰把林杰身上的东西都扒了出来 然后丢给他几颗恢复伤势的丹药 让他跟着自己离开 林杰拿着夜星辰丢来的丹药 惊恶地看向他 你竟然给我丹药恢复实力 不是应该封印我的修为吗 按照他的性格 对待俘虏 当然要封印修为 以防止对方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但夜星辰不仅不封印他的修为 还给他疗伤丹药 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快点恢复伤势 晚上还需要你来防守远古凶魂 怎么 你还想偷懒 讲得美 夜星辰瞥了他一眼 冷冷说道 有我在 难道还担心你耍什么花样 林杰一愣 随即满脸苦笑 是啊 对方实力强大 根本就不担心他敢耍什么花样 这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啊 片刻后 他们与袁孟涵等人会合 这是 袁孟涵看向跟在夜星辰身后的林杰 眉头一皱 夜星辰看着他说道 我和他做了一笔交易 他用一个消息换取他的小命 当然 我们的交易目前只完成了一半 你若是想要杀他 我可以帮你动手 林杰一听 顿时浑身冒冷汗 他连忙对袁孟涵说道 袁仙子 正所谓冤家以解不以解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 还请袁仙子放过我这一次 他态度摆得很低 而且向袁孟涵求饶 而不是向夜天求饶 显然很聪明 袁孟涵看了林杰一眼 脸上陷入了沉思 现在杀了林杰简单 但无疑会彻底得罪死他哥哥林堂 同样是尚未神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夜星辰就算实力强大 也未必可以杀死林堂 这样一来 就会平白无故有一个尚未神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这对他 对摇光城的人来说都很不利 毕竟 夜星辰可以无惧一切 但他们不行 而如果这次放了林杰 有这个恩情在 再加上夜星辰的震慑 那么林堂和林杰今后肯定也不敢再危难摇光城的人 这些心思在袁孟涵心中如同电光火石一般闪烁而过 随即他冷冷的看着林杰 沉声道 好 这次我放过你 但如果 他还没有说完 夜星辰便接口道 如果再有下次 无论他逃到哪里 我都会亲手杀死他 袁孟涵点了点头 夜星辰的话语 比他更具有威慑性 接下来 众人再度启程 到了傍晚 他们找了一座山洞 开始布置防御 这次林杰也参与其中了 夜星辰可不会让他在旁边偷懒 怎么说这家伙也是一个半步大员满强者 有他和袁孟涵两个在 那就不需要夜星辰再出手的了 而这些天 夜星辰便把时间花费在参务战士片上面 他已经感觉自己距离彻底领悟战士片不远了 终于 在一个礼拜后 夜星辰便将战时偏完全领悟 弥补自己在战时境界落下的缺陷 自身实力有所增长 歌歌 煽动之中 夜星辰的全身骨骼都在爆响 一层金色的光芒 将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里面 透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遥光成的众人 都待在远处 不敢打扰他修炼 这家伙似乎又变强了 怎么可能 到了他这个级别 怎么还会变强 林杰看着修炼之中的夜星辰 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充满了敬畏 上位神大圆满境界 何为圆满 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人 很难再有突破 已经在当前境界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了 除非你能够打破这种圆满的束缚 才会继续突破 成为无敌那个层次的存在 林杰觉得 赵夜星辰现在的情况 也许很难达到无敌境界 但成为半步无敌的几率应该很大 但纵使只是半步无敌 在这一界的神战当中 也属于最顶尖层次的强者了 林杰心中越发敬畏了 打定主意 以后一定不能得罪此人 刷 忽然 一道灵力的光芒射来 令得在场众人都是心中一颤 却是不远处的夜星辰睁开了眼眸 他那漆黑的眸子里 光芒赤裂 让人不敢与之对手 在场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夜星辰很快就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让得众人松了口气 终于成功练成战时篇了 没想到弥补战时境界所落下的缺陷 会让我实力增强这么多 夜星辰感受着自己的身体情况 不由得满脸喜色 第873章亡灵古城 原先夜星辰的实力堪比尚未神大圆满级别 而今他弥补了战时境界所落下的缺陷 实力再再度增强很多 据夜星辰推算 自己现在就算没有达到半步无敌层次 但在上位神大圆满级别当中 应该算是最强的了 等我练成了战江篇 估计就能达到半步无敌层次了 夜星辰暗暗想到 不过 这样一想 即便等他以后练成了战王篇和战皇篇 实力也就达到无敌层次 而在无敌层次上面 还有一个至尊层次 讲到这里夜星辰便想到了自己当初在至尊楼顶看到的那个一闪而逝的身影 作为战神大陆的第一天才 夜星辰也不甘心自己会被人压在下面 他很想达到至尊境界 成为神域大陆最强的天才 但目前来看 即便他完全弥补了自身缺陷 也只是达到无敌层次 距离至尊层次还差一大截 看来我只能在肉身上面下功夫 还有终极剑道 我就不信我无法达到至尊层次 夜星辰暗暗下定决心 有了目标 也就有了动力 接下来的日子 夜星辰便开始全力参悟战江天 不过 战江天的难度比战时天的难度大多了 夜星辰估计自己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将其炼成的 而此时 他们终于穿过了古战场 抵达了亡灵古城 这是一座黑色的古城 巨大的城墙都是黑色的 上面有很多魔兽撕咬的抓痕 历经了岁月与沧桑 亡灵古城并没有太古王城那么的巨大和雄伟 但却依旧比遥光城大多了 他像似黑暗中的魔兽 责人而逝 终于到了 江飞看着面前的黑色古城 不由得松了口气 其他遥光城的天才们 也是如此 这段日子以来 他们白天赶路 晚上抵御远古凶魂 经历了很多危机 压力很大 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直到现在 即将进入亡灵古城 他们才松了口气 疲惫的精神终于可以放松了 大家排好队伍进城吧 袁孟涵大声说道 众人依次排队 准备进入亡灵古城 但就在此时 一群人忽然从亡灵古城内鱼灌而出 为首的一名年轻人 跟林杰长得有些相似 但他的气质更加不凡 满脸记傲不逊之色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狂傲的气息 这是我哥哥林棠 叶星辰的旁边 林杰连忙说道 同时心中激动不已 他知道自己的小命总算保住了 我叶星辰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林棠带着人拦住了 即将准备进城的摇光城众人 他面色愤怒地瞪着袁孟涵 怒声道 你们把我弟弟怎么样了 如果我弟弟出了什么事情 今天你们就死在城外吧 哥哥 我在这 林杰一听 连忙挥手呼喊道 嗯 弟弟 林棠转头看来 顿时脸上闪过一丝惊喜 他之前听说自己弟弟栽了 要想他弟弟这次必然死定了 没想到竟然还活着 走吧 叶星辰淡淡说道 随即带着林杰 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来到了城门下 嗯 林棠的目光 一下子就从林杰的身上转移开来 他紧紧盯着叶星辰 眼中浮现一抹忌惮之色 毫无疑问 他感受到了叶星辰的实力 不在他之下 这是一个尚未神大员满级别的强者 难怪他弟弟这次会栽了 阁下是 林棠面色凝重的看着叶星辰 哥哥 事情是这样的 林杰连忙传音将自己与叶星辰的交易说来 说完 他转头对叶星辰传音道 那另外一个人 叫做楚文轩 也是中中十八大天骄之一 只是他为人很低调 如果不是他邀请我哥哥加入地狱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会是地狱的 叶星辰收到林杰的传音之后 便点了点头 说道 你可以走了 林杰这才敢离开叶星辰身边 飞到灵堂那边 叶星辰 没想到摇光城还隐藏了你这样的人物 这次是我弟弟栽了 多谢你不杀之恩 林堂看了一眼叶星辰 随即带着林杰和其他人离开 他虽然为人狂傲 但也不是白痴 既然他弟弟没事 他当然不想得罪叶星辰 毕竟这是和他同一层次的强者 说不定比他还要强 因为连他也感知不到叶星辰的深浅 叶星辰目送林堂他们远去 随即对袁孟涵他们说的 大家都进城吧 说完他自己当先进入亡灵古城 一场冲突化解于无形 令得在场的摇光城天才 都感到松了口气 毕竟两个上位神大员满强者打起来 他们也会跟着遭殃 这都抵达亡灵古城了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众人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一个个排队进入亡灵古城 不过在他们进入亡灵古城后 却发现城内有许多人对他们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简然 这些人都看到了林堂带人气势汹汹地出城了 而后又看到林堂他们迅速返回 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令得看热闹的众人都很疑惑 我们先去找家客栈住下 叶公子 你觉得呢 袁孟涵转头望向叶星辰 之前他不知道叶星辰的实力也就罢了 如今知道了叶星辰的实力 他当然得请教叶星辰的意见 叶星辰文言摇头道 你自己决定就好 我随便 袁孟涵点了点头 随即他带人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 在客栈之中住下后 叶星辰没有急于闭关 而是准备先逛一逛亡灵古城 就在他准备离开客栈的时候 同为铁血军的大将军 萧瑟找上门来了 敲凶 叶星辰微微一笑 对面的萧瑟看着叶星辰 心中感慨不已 当初叶星辰加入铁血军的时候 他还没有在意 如今对方已经是上位神大员满级别的强者 将来注定要败入顶尖的大门派 是神龙凤凰一般的爵士天才 不是他这种普通人可比你的 叶兄 我这次是来向你告别的 顺便感激你这些天的照顾 焦瑟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告别 叶星辰眉头一皱 随即惊讶道 你准备在亡灵古城找个门派加入吗 焦瑟点了点头 苦笑道 我这点实力 本来连古战场都无法通过 多亏了你的照顾 我才能活着抵达亡灵古城来 这里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以我的天赋和实力 再继续前行 那何找死无疑 叶星辰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道 也好 驻扎在亡灵古城的门派虽然比不上那些顶尖大门派 但也不弱 至少比遥光城要强得多 第874章坟天九市 神战虽然有五关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要通过五关 实际上从第二关亡灵山脉开始 每一关的骑驶帝都会有一座城池 其中驻扎了一些门派 用来招收参与神战的天才们 亡灵古城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 越是靠后面的城池 里面所驻扎的门派势力越强大 降谱天教这类顶尖大门派 就驻扎在通天峰顶端 因此 一些自认为自己实力不足的人 像萧瑟 就会选择在这些城池内选择门派加入其中 以免在后面的失恋中丢掉性命 在萧瑟离开之后 一星辰从原孟涵那里得知 有不少的遥光城天才都选择了和萧瑟一样的路 原本三百多人的遥光城天才 足足有两百多人选择在亡灵古城内找门派加入 只剩下最后一百多人 自认为自己实力还可以 想要再拼一把 穿过亡灵山脉 抵达下一座城池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叶星辰和原孟涵都不会干涉他们 因此这一天 叶星辰没有出去逛了 而是和大家聚集在一起 喝酒吃肉 给那留下的两百多人送行 第二天 叶星辰和原宇一起出去逛街 这家伙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他们来的第一站就是亡灵古城的方式 与太古亡城的方式一样 这里摆放的都是一些从古战场找到的破烂货 当然其中也隐藏着一些精品 就看你是否能够找到了 叶星辰也是抱着希望来的 毕竟上次在太古亡城的方式 让他得到了残缺的补天绝 没准这里也有残缺的补天绝呢 可惜这次让叶星辰失望了 他并没有在此找到残缺的补天绝 叶兄 看看我找到了什么宝物 就在叶星辰失望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 袁宇激动兴奋的声音 叶星辰有些惊讶 难道这家伙找到了什么宝物 不可能吧 他的实力连上为神巅峰境界都达不到 眼力不可能比他更好才对 虽然疑惑 但叶星辰还是走了过去 此时 也有不少人把袁宇围住了 似乎都很好奇 袁宇找到了什么宝物 袁宇显得很骄傲 他拿出一块秀技斑斑的铁片 对叶星辰黑黑得意的笑道 叶兄 我发现这里面有一门强大的神级战技 叫做焚天九世 威力非常强大 起料 元宇话语刚落 中尾便传来一阵嘲讽的声音 吃 我当时找到什么宝物呢 原来是焚天九世 一个无法练成的战技 焚天九世 居然把这门战技当成宝物 真是笑掉大牙了 原来是一个白痴 连焚天九世这种鸡肋战技都没有听说过 还当成宝物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中围的人一阵嘲讽 随即摇头散去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好奇和兴趣了 元宇顿时瞪大了眼睛 满脸尴尬和不解 他连忙拉过旁边一个年轻人 请教道这位大哥 这个焚天九世到底有什么缺陷 他不是威力很强大吗 怎么他们都说是垃圾战技呢 叶星辰此时也走了过来 他也很好奇 什么样的战技 会被认为无法练成 只见被元宇拉住的年轻人 瞪了元宇一眼 随即才不耐烦地解释道 焚天九世的威力的确很强大 但他的修炼条件是拥有天火 修炼第一事就需要一种天火 修炼第二事就需要两种天火 以此类推 想要将其修炼到第九世圆满境界 那就需要及其九大天火 你说这种战技能够练成吗 说完 此人就转身离去 还低估了一声白痴 元宇看向面前的叶星辰 满脸尴尬之色 善善道 叶兄 给你丢脸了 我也没想到这门战技如此鸡肋 呵呵 鸡肋就鸡肋吧 让我看看 叶星辰微微一笑 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之色 从元宇手里接过那块秀迹斑斑的铁片 不错 这门焚天九世的修炼条件的确很难 但那是对于别人而言 而叶星辰 他已经聚集了五种天火 这门焚天九世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战技 好好好 有了这门战技 我的战力变更强了 叶星辰看完之后 心中很激动 满脸兴奋之色 因为这门焚天九世的威力真的很强 比他所会的神级战技都要强大许多 甚至在叶星辰看来 这已经是超越了神级战技的范畴 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最为重要的是 这门战技非常符合叶星辰修炼 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一直以来 叶星辰虽然拥有五种天火 但对他的战力振服并不是很大 这些天火 通常被他释放出来 形成天火领域 对敌人造成一些威胁 但自从到了战神境界后 这种天火领域的威胁已经不是很大了 毕竟战神们都非常强大 这使得叶星辰的五种天火成了一个摆设 一个鸡肋 但现在好了 只要炼成这门坟天九世 就可以将他的五种天火力量彻底爆发出来 成为他最强的战技 我有五种天火 足以让我炼成前面五世 虽然未能圆满 但也足够我现阶段使用了 叶星辰暗暗兴奋道道 这次方式之行 还真是没有白来 当下 叶星辰带着闷闷不乐的元宇离开了方式 他心中激动 回到客栈后 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修炼坟天九世 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叶星辰就炼成了第一世 再花费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就炼成了第二世 不过 到了第三世 叶星辰就不敢继续修炼了 虽然他有把握炼成第三世 甚至是第五世 毕竟他拥有五种天火 但问题是 这门焚天九世固然威力强大 但是消耗也非常巨大 如果只是第一世 对叶星辰的负担还并不是很大 但是第二世 就让叶星辰感到苦涩了 因为这第二世一旦施展出来 会消耗他三分之一的能量 这也就代表他只能施展三次焚天九世 三次之后 他的能量就会消耗光了 届时只能用肉身与敌人战斗 而第三世 虽然叶星辰还没有修炼 但他猜想 第三世所需要的能量更加恐怖 恐怕就算把他吸干了 也未必可以施展的出来 简然 这门战技威力非常强大 足以为猎神域大陆巅峰 第875章一季 虽然施展焚天九世的消耗很大 但是那威力绝对强的没话说 以叶星辰现在的实力 如果施展出第二世 那么其攻击力堪比半步无敌的强者权力一击 拥有这样的底牌 足以让叶星辰站在众多上为神大圆满的巅峰 就算遇到半步无敌的人物 他都能与之短暂交手 然后安然无恙地退走 嗯 我怎么感觉这门坟天九世就是专门给修炼天火神体的人修炼的 忽然 叶星辰心中一动 有了这个突发奇想 因为一个人想要身兼多种天火 是非常艰难的 即便是在神域大陆的历史上 也最多出现过一个人身兼两种天火 这还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 至于一个人身兼三种天火以上的 那根本没有出现过 甚至理论上都不可能存在 只有修炼了天火神体的人才能身兼数种天火 所以叶星辰才会猜测 这门坟天九世 也许就是天火神体残缺的一部分功法 毕竟 无毛基传授给他天火神体时 就说了这门功法残缺的 而天火神体当中 除了传授你吞噬天火 修炼天火神体外 并没有什么用来战斗的战绩 这么一结合起来 叶星辰就能推算出 焚天九世便是天火神体中所缺少的战绩 看来这次参加神战事来对了 不然我恐怕没机会得到焚天九世 叶星辰不由得庆幸不已 得到了焚天九世 对他来说 简直是如虎添翼 他甚至觉得 凭借这门战绩 在未来他彻底弥补自身缺陷之后 说不定可以向至尊层次发起冲击 叶兄 林杰那混蛋来找你了 这时 外面传来元宇的声音 叶星辰推开屋门 看着门外的元宇 疑惑到 林杰 他来找我 自从和林杰的交易结束后 双方就没有打过交道了 甚至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 对于这次林杰来找他 叶星辰也显得很疑惑 告别元宇 叶星辰来到客栈外 果然看到了林杰等候在此 叶兄 林杰看到叶星辰出来 连忙迎了上来 神情之中带有些许恭敬之色 叶星辰看了他一眼 淡淡问道 有什么事吗 叶兄 我这次来是给我大哥传话的 林杰连忙说道 听说有人在亡灵山脉中发现了一座古老的遗迹 而且保存的非常完好 只是有许多亡灵巨兽看守 至今无人可以攻破 林杰继续说道 这消息已经被五大公子证实了 他们如今就待在那里 不过仅凭他们五人也进入不了那座遗迹 所以 其中一位公子派遣人过来将消息告知彩虹仙子 彩虹仙子则邀请十八大天骄 还有其他一些达到上尉神大圆满境界的强者 前去至尊楼开会商议此事 叶星辰听罢眼睛一眯盯着面前的林杰 说道 彩虹仙子已经知道我杀死周克了吗 这是肯定的 林杰点了点头 苦笑道 当时有很多人跑了 也有些幸运的家伙活活着回到了亡灵古城 将消息告诉了彩虹仙子 正因为如此 彩虹仙子才没有将一记的消息通知你 是我大哥叫我来通知你的 多谢了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奇怪的看向林杰 问道 难道你大哥不怕因此得罪彩虹仙子吗 林杰摇头道 我大哥只是将这件事情的消息透露给你 至于能不能参与进去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而且 彩虹仙子的情况你也知道了 你如果参与这次的一记事件 恐怕会面临他的袭击 非常危险 一切都看你自己的选择 林杰说吧 盯着叶星辰 继续说道 我大哥说了 这是还你的人情 说完 林杰就转身离去 站在客栈门口的叶星辰 则陷入了沉思 一记 保存完好的一记 连五位半步无敌层次的五大公子都心动 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了不得的宝物 说实话 叶星辰不心动是假的 这件事情他如果不知道也就算了 既然知道了 不可能不去 机遇来了 就要抓住 否则你凭什么比别人更强 不过 如此一来 他就得跟袁孟涵等人分别了 毕竟带着他们 肯定不方便 也会拖累他 讲到这里 叶星辰就去找袁孟涵 将此事告知袁孟涵 袁孟涵听完之后 便知道了叶星辰的来意 他微笑道 如此机遇 你又有实力 自然不能错过 我非常支持你去 那你们 叶星辰迟疑道 袁孟涵摇头道 你怕是没有研究过亡灵山脉 不同于古战场的空旷 亡灵山脉中各种参天大树数不胜数 像这样的地方 根本不适合多人行动 人数太多了 反而会引来强大的亡灵巨兽 导致团灭都很正常 所以在进入亡灵山脉的时候 就不能像进入古战场的时候一样 让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必须要分散开来 袁孟涵继续说道 因此组成十人以下的小队伍 才最适合穿越亡灵山脉 实际上 这些天 还剩下的那一百多位摇光城天才 都已经在组队了 我也联系了江飞三人 还有我弟弟等七个人 以我们的实力 足以穿越亡灵山脉 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好吧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他沉思片刻 拿出了三把黄金宝剑交给袁孟涵 郑重道 这里面有我贯注的剑道印记 一旦爆发 会相当于我的权力一击 多谢 袁孟涵文言一喜 代表尚未神大圆满层次的三次权力一击 在关键时刻 可是能够保命的 他也没想到叶星辰居然有这种本事 毕竟能够把自己的剑道印记留下来的人很少 这其中的难度很大 而且对自己的修为有损失 一般人不会傻的这么做 对了 我们还能通过空间法指联系 如果有什么危险 你可以通过空间法指联系我 我会尽力赶到 叶星辰随即说道 袁孟涵点了点头 随后 叶星辰又去和江飞三人告别 也分别赐予了他们一人一把带有他剑道印记的黄金宝剑 这才离开客栈 前往至尊楼 第876章蛮牛挡路 和袁孟涵等人分别之后 叶星辰就朝着至尊楼行去 亡灵古城的至尊楼没有建造在城内 而是建造在城外 因为亡灵古城本来是没有至尊楼的 这座至尊楼还是很久以前一位达到至尊层次的天才建造的 他之所以将至尊楼建造在城外 而不是城内 就是要传递一个信息 有本事的人可以入住 简然 在城内是不允许动物的 所以更加安全 但是在城外 就可以随便出手了 所以一些实力不够的人 是不敢来城外的至尊楼居住 反过来说 敢来城外至尊楼居住的人 都是强者 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演变 如今的至尊楼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只有达到上位神大圆满境界的强者 才能入住 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 敢来城外的至尊楼 那就是找死 至尊楼就建造在通往亡陵山脉的城门处附近 距离亡陵古城并不是很远 但就是这点距离 便有着两个不同的规则 城内不允许战斗 城外可以互相厮杀 因此 别看至尊楼就在城门不远处 却没人赶前去探视 最多有些人聚集在城墙上看热闹罢了 而当夜星辰离开城门 走向不远处的至尊楼时 引起了一片喧哗声 那家伙竟然一个人出城了 不对 他不是去亡陵山脉 他是去至尊楼了 天啊 这不会是大圆满境界的强者吧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完全不认识啊 又是一个陌生的大圆满强者 这已经是出现的第五个未知大圆满强者了吧 真不知道这一界的神战当中 还隐藏着多少位大圆满强者 城墙上议论纷纷 众人都翘首以望 看着至尊楼的方向 他们都是战神 眼力很好 即便隔着一段距离 也能够看清楚至尊楼的情况 此时 至尊楼的第一层大厅之中 摆放着一张张桌椅 一名宁青年端坐其中 各个气势不凡 这些人就好像天空中的星辰 无比的耀眼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自成领域 威势很强 他们都是尚未神大圆满境界 是这一界神战中最顶尖的一批天才 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非常响亮 在神战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林杰迪哥哥林堂也在其中 他拿着酒杯 望着门外不远处的亡灵古城 心中暗暗期待你会来吗 叶星辰 在众人之中 还有一个耀眼的存在 他就是彩虹仙子 彩虹仙子真的很美丽 他身着七彩连衣裙 凤雷名谋 顾盼琉璃剑皆是勾魂射破 玲珑溺鼻 腹弱白雪 朱唇一点更似雪中一点 红眉孤傲腰也 简直活脱脱像一个从景画中 走出的人间仙子 周围的一些青年俊杰 都向他投来爱慕的目光 对他倾心不已 天赋与美貌并存 这样的一个奇女子 怎么能不吸引人 忽然 这位天赋与美貌并存的彩虹仙子 微微抬起秀眉 美眸凝视着至尊楼外的亡灵古城方向 一名青年 正从亡灵古城内出来 朝着至尊楼走来 他就是夜星辰 至尊楼距离亡灵古城很近 以大厅内一众上位神大圆满级别强者的实力 自然可以看得到夜星辰正朝着至尊楼走来 咦 竟然还有大圆满级别的强者到来 这么陌生 看来又是一个隐藏的强者 有人露出惊诧之色 彩虹仙子淡淡说道 至尊楼什么人都能来 未必会是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他话语平淡 但在场的人都是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谁都看得出来 彩虹仙子对此人不喜 不然以彩虹仙子的性格 早就出去欢迎那人了 当下 一些人眼中露出异色 看向门外缓缓走来的夜星辰 心中在猜测此人怎么会得罪了彩虹仙子 不过 有一些人却露出了喜色 其中一个面色粗狂的汉子 身材极度魁梧 他站了起来 双拳互相捶打 发出闷雷的声响 彩虹仙子 就让我牛蛮去会会他 看看他是否有着大圆满级别的实力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没资格踏足至尊楼 牛蛮粗狂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他那高达三米多的身躯 散发着狂猛的气息 像一尊魔神一样 走出了至尊楼 其他人顿时饶有兴趣的看向外面 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一脸的细虐之色 这下有好戏看了 牛蛮乃是蟒牛族的天才 肉身强大无比 达到了血肉衍生境界 论力量之强 在我等当中都是顶尖的 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真的大圆满级别 如果不是的话 估计会被牛蛮一拳轰杀 就算是真的大圆满强者 想要挡住牛蛮也不容易 大厅内众人笑着交谈 而至尊楼外 夜星辰正踏着台阶 准备登上至尊楼 就在这时 一尊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台阶的上方 挡住了他的去路 此人正是牛蛮 夜星辰感应到前方有人 不由得微微抬头 看向面前的牛蛮 眉头一皱 脚子 这里是至尊楼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踏足的 牛蛮蔑视地看着夜星辰 挥舞着自己的拳头 在空气之中 发出呼啸的声响 夜星辰淡淡说道 不是说尚未神大圆满 都能来此居住吗 怎么 现在改变规矩了吗 规矩没变 但是不是尚未神大圆满 可不是你自己说的 而是打出来的 有本事接下我一拳 我就承认你拥有 尚未神大圆满级别的实力 牛蛮站在台阶上方 俯视着夜星辰 满脸凝笑道 夜星辰眸光锐利 他已经看出来 这人是故意来找麻烦的 不过他并没有得罪任何人 谁会找他的麻烦 彩虹仙子吗 可能性很大 不过 既然决定要参与这次的一季事件 那么提前暴露一下实力是有必要的 当下 夜星辰点了点头 审声道 好 饺子 有种 牛蛮文言赞道 但脸上却是充满了杀气 只见他大喝一声 如同九天神雷乍响 浑身肌肉爆起 一股恐怖的力量从他身上席卷出来 砰 像似火山爆发了一样 恐怖的力量顺着牛蛮的拳头 破开层层空间 像似一条太古怒龙 朝着夜星辰轰杀过来 这是绝对的肉身力量 无与伦比的强大 第877章一拳 蟒牛族本身就以肉身强大而著称 牛蛮更是蟒牛族的天才 他的肉身早已经达到了血肉衍生境界 再加上他本身尚未神大圆满级别的实力 顿时令得他这一拳威力无穷 无坚不摧 可怕无比 这一拳打出去后 像似回到了太古年代 无数蟒牛争天夺命 似吼天下 与神兽亦可争锋 大厅内的一众大圆满强者 都纷纷露出凝重的神色 他们感受到了牛蛮这一拳的威力 就算换成是他们 也未必可以轻松接下来 不过 夜星辰接下来的动作 确实令得众人目瞪口呆 满脸震惊 因为夜星辰竟然不躲不闪 也会出一拳 朝着牛蛮迎来 竟然选择和牛蛮硬碰硬 白痴吗 这小子死定了 我估计他会被牛蛮一拳打爆 大厅内的一众人摇头 就算是知道夜星辰一些底细的灵堂 也觉得夜星辰太拖大了 跟牛蛮比肉身力量 那不是老兽星上吊 纯属找死吗 小子 你死定了 台阶上方 牛蛮望着下面感应 看自己一拳的夜星辰 顿时满脸凝笑 但是他的笑容 很快就凝固了 因为夜星辰的拳头像是一座太古魔山 挡在了身前 阻拦住了牛蛮的拳头 使得对方无法寸进一步 什么 牛蛮脸色一变 有些不敢置信 他大吼一声 全力出击 想要轰飞夜星辰 无匹的能量 从他的拳头上疯狂涌动 肆虐八方 震得虚空成片粉碎 大地上 都裂开了许多缝隙 远处的一座座大树都拔跌而起 在天空中炸成碎片 空 忽然 夜星辰的拳头上 释放出刺目的金光 一股无敌的力量绽放出来 一举压过牛蛮的力量 将对方整个人都给轰退了十几步 什么 怎么可能 我的天 看到这一幕的人 无论是待在至孙楼大厅中的大员满墙者 还是远处站在亡灵古城城墙上的观望者 全都露出吃惊和不敢置信的目光 夜星辰不仅接下了牛蛮一拳 还将牛蛮打退了十几步 这在力量的较量上 完全占据上风 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 好厉害 看来先前选择放弃替弟弟出头 没有与他结仇 是我最英明的抉择 林棠看着外面 暗暗庆幸 他本身也是大员满墙者 自然可以看得出来 夜星辰刚才那一拳的恐怖 要知道 牛蛮是先出拳的 而夜星辰是被动接招 这本身就落入了下风 但是结果 夜星辰却反败为胜 这足以证明夜星辰的肉身力量 完全超越了牛蛮 两相比较 夜星辰的实力 定然在牛蛮之上 这样一个绝顶强者 如果没有必要 当然不能与之为敌 只见大厅内的众人 也都面色各变 一个个目光闪烁 简然 他们也看出了夜星辰的可怕实力 心中在衡量着什么 而此时 夜星辰已经踏足台阶 朝着牛蛮走去 来而不往非离也 我接你一拳 你也接我一拳 夜星辰一步一个台阶 他语气淡然 但是行走之间 却如同龙行虎步 每一步踏出 都仿佛亿万神龙在咆哮 无边的霸气 从他的身上席卷开来 令得四周的虚空都凝固了 牛蛮好歹也是一个大圆满强者 虽然通过刚才的一拳 他已经知道夜星辰不好惹 但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想被人看不起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吼道 来就来 怕你不成 大圈 听得牛蛮的话语 夜星辰眼眸之中光芒赤盛 宛如两颗太阳一般 射出璀璨的神光 想要将整个天空燃烧起来 下一刻 夜星辰挥动拳头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带着汹涌澎湃的力量 带着无匹的霸气 朝着牛蛮轰来 砰 这一拳如同开天辟地 宇宙万物都在此时黯然失色 众生都趴伏在地上磕头祭拜 好像是见到了神灵 灵魂都在颤抖 此时此刻 大厅内的众人 还有远处站在城墙上的众人 全都好像陷入了诸侯时代 共同见证了一位霸主的崛起 无边的霸气 在夜星辰的身上席卷开来 他从未有过像今天这般锋芒壁路 宛如一柄爵士神剑 剑气贯穿苍穹 威震天下 啊 大力牛魔拳 牛蛮大吼声怒吼 他是夜星辰的目标 所以感受最深 从夜星辰的这一拳上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拼命了 否则即便可以接下这一拳 也会受伤惨重 危急时刻 牛蛮施展出自己蟒牛一族的传承战绩 将自己的肉身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吼 骤然 在牛蛮的身后 出现了一头黑色的巨牛 他长着一对双脚 刺穿虚空 秉天立地 俯视众生万物 这就是太古蟒牛 不是神兽 但却可以击杀神兽 是妖兽中的变异体 血脉强大无比 太古蟒牛一出 便朝着叶星辰扑杀过来 携带着太古的洪荒气息 恐怖的威势 席卷了诸天世界 轰 叶星辰的霸拳 也随之撞击过来 一阵刺目的光芒 顿时席卷开来 将整个至尊楼都给包裹住了 等到了光芒散去之后 叶星辰早已经踏上了台阶上方 从牛蛮的身边 走进了至尊楼 承让了 叶星辰在路过牛蛮身边时 低声说道 扑 牛蛮喷出一口鲜血 差点跌倒在地上 他咬牙坚持着站起来 然后深深地看了一眼 叶星辰的背影 便转身赶往亡陵古城 简然 他受了重伤 不敢再继续留在至尊楼 毕竟这里属于城外 可以互相厮杀 如今他身受重伤 难保不会有人趁机落井下石 牛蛮虽然鲁莽 但终究不是白痴 知道以自己现在的情况 还是躲进亡陵古城内疗伤最好 直到叶星辰进入至尊楼后 远处站在城墙上的众人 才渐渐收回目光 一个个人的脸上都爬满了震惊 赫赫有名的牛蛮 中州的十八大天骄之一 居然在自己最擅长的肉身力量上 败给了叶星辰 这绝对是一个惊天的大消息 整个亡陵古城都沸腾了 叶星辰的名字 顿时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第878章挑拨离剑 好厉害 听说他叫叶星辰 来自北域的摇光城 没想到北域竟然出了一个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这好像还是北域第一次出现大圆满级别的强者吧 至少这么多年以来 我没听说过北域有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刮目相待 其中 有属原孟涵感受最深 以前他在太古王城的时候 是低声下气地去拜访那些中州的强者 就这样对方还不给他好脸色看 更是有凌结这样的人 对他多番羞辱 而今 在叶星辰击败牛蛮 进入至尊楼后 根本不需要原孟涵去拜访 那些中州的强者便已经亲自赶到原孟涵所居住的客栈来拜访他 原孟涵心里面非常清楚 这一切都是叶星辰带来的 是以 原孟涵拿出空间法纸 在其上写下 叶星辰是大圆满 周克仪是地狱 很快 遥光城城主便回复道 我会重点关注潇洒 妇女之间默契深厚 一两句话 便已经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叶星辰展现出来的天赋与实力 足以让遥光城城主重视 这样一来 潇洒呆在遥光城的安全 便有了保证 至尊楼 当叶星辰走入大厅的时候 一双双目光都朝着他看过来 这些目光的主人都是大圆满强者 所以都带着一个个强大的意志 这些意志汇聚在一起 所形成的压力就很大了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多大圆满级别强者的意志威压 但是叶星辰显得轻飘云淡 他目光扫视周围 随即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堂 叶兄 来此坐吧 林堂朝着叶星辰挥了挥手 叶星辰微微点头 随即在林堂旁边坐下 彩虹仙子看了一眼林堂 眉头微微一皱 随即便恢复脸色 淡淡笑道 原来林公子认识这位公子啊 不知道可否介绍给我们认识 他就是彩虹仙子 林堂看到叶星辰疑惑的目光 便传音道 叶星辰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盯着彩虹仙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林堂随即哈哈笑道 说来我认识叶兄也是有些尴尬 你们都知道我有一个不成器的弟弟 前段时间他眼力不好 招惹了叶兄 多亏叶兄大人不计小人过 才饶他一命 至于叶兄嘛 我只知道他来自北域的摇光城 叫做叶星辰 除此之外 我就不清楚了 大厅内众人闻言 都有些惊诧 北域 这是神域大陆最弱的一个州 众所皆知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北域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大圆满级别的强者了 现在却出了一个叶星辰 当然很惊讶了 这一刻 北域摇光城这几个字 被在场的大圆满强者记在了心里面 同样是大圆满强者 谁也无惧谁 但谁也不想得罪谁 如果以后他们遇到了摇光城的人 也许会看在叶星辰的面子上 放过摇光城的人一马 原来叶公子是出自摇光城啊 听说上古年代 北斗新主旗下有一位摇光之主 威震天下 而今叶公子实力恐怖绝伦 力败大圆满强者 未必不能成为第二位摇光之主 彩虹仙子开口说道 虽然是赞赏的话语 但是叶星辰却听出了其中的恶意 果然 大厅内的一些人 在听到彩虹仙子的话语之后 便对叶星辰露出不屑之色 有的甚至目露寒光 都是大圆满强者 彩虹仙子这么捧叶星辰 叫其他人心里面怎么想 都是大圆满强者 谁也不会承认比别人差 除非打过一场 于是 一个年轻人便冷哼道 彩虹仙子开玩笑了吧 摇光之主那是何等人物 又岂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 能够比肩的 这是把叶星辰当成阿猫阿狗了 在场人都不是白痴 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彩虹仙子微微一笑 他要的便是这种效果 这是要挑拨离间啊 叶星辰心中一动 看向彩虹仙子的目光 越发的凌厉了 而彩虹仙子 也是看着他 面露笑容 只是那笑容有些阴森 让人背后发寒 虽然是挑拨离间 但却是阳谋 叶星辰不得不中招 毕竟人家都已经叫他阿猫阿狗了 他要是不闻不问 那就会被人小觑 被人笑话 于是 叶星辰抬头看了一眼 那个年轻人 淡淡说道 跟摇光之主比起来 我的确是一只阿猫阿狗 但你恐怕连猫狗都不如 你说什么 这个年轻人顿时站了起来 面露凶光 狠狠盯着叶星辰 他刚才还是隐喻 而叶星辰却是直接说他 这是要撕破脸了 怎么 你耳朵聋了吗 听不懂我刚才的话语吗 叶星辰淡淡的看着他 他不想麻烦 但也不惧麻烦 至于大厅内的其他人 恶得看热闹 而且也有人希望这个年轻人 能够试探一下叶星辰的实力 虽然刚才叶星辰已经和牛蛮斗了一场 但那只是双方各打一拳 虽然也能够看出一部分叶星辰的实力 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战斗 很难得知彼此的底牌 好好好 你有种 出来一战 生死无论 这个年轻人瞪了叶星辰一眼 当即离开席位 走出至尊楼 叶星辰站了起来 看向彩虹仙子 淡淡说道 你满意了吧 叶公子 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彩虹仙子装着露出迷惑的神色 只是那眼中的笑容 却显得得意无比 叶星辰淡默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走出至尊楼 冰冷的话语 在身后响起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阴谋诡计都是下三滥的玩意 此话让彩虹仙子的脸色阴沉下来了 大厅内的众人都不是白痴 他们看了看夜星辰 再看了看彩虹仙子 心中隐隐明白了什么 之前一些看夜星辰不爽的人 此刻也按捺住了心思 毕竟他们不是傻子 不想被人当成棋子 第879章无耻偷袭 彩虹仙子也感受到了大厅内众人的神色变化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看向夜星辰的背影 眸中寒光闪烁 此时 众人的目光 都已经投向了外面 在夜星辰对面的那个年轻人叫做杨灿 和牛蛮一样 都属于中州的天骄 赫赫有名 看着此人 夜星辰淡淡说道 白痴 被人当成棋子 还不自知 杨灿文言冷笑道 那又如何 只要杀了你 我就是下棋的人 说吧 他的双手各自出现了一柄弯刀 犹如天空中的弯月 寒光闪烁 杀气袭人 夜星辰有些意外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这种刀做武器 不过神域大陆广阔无边 使用特殊武器的人多得去 他也只是好奇一下而已 既然你找死 那就来吧 夜星辰不再多言 他虽然和对方无冤无仇 但对方自己找死 那也怪不了他 哼 你肉身力量虽然强大 但我可不是牛蛮那个白痴 我才不会和你硬拼肉身力量 杨灿音冷一笑 随即身子抱射而来 手中的梁柄弯刀 在虚空之中旋转不停 击射出一道道恐怖的刀芒 梁柄弯刀像似组成了一座生死末盘 磨灭众生万物 威力非常恐怖 远处观战的众人都纷纷感到背后冒寒气 夜星辰也露出凝重之色 果然能够成为大员满级别的强者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 谁能想到这两柄弯刀配合起来竟然能够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威力 当下夜星辰不敢大意 他取出银色重剑 一剑刺破虚空 斩掠苍穹 杀向前方 可怕的剑意浩荡而出 像似一股剑气风暴 在这片地带席卷出来 天地之间 顿时只剩下剑气剑芒 还有一股恐怖的剑道在生腾着 如此强大的剑道意境 让大厅内的众人 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脸色纷纷已变 他们原本以为夜星辰是走肉身一脉的强者 但是现在看来夜星辰的剑道更加的强大 而且他们看得出来夜星辰是一个纯粹的剑者 只是之前隐藏了起来 此刻夜星辰的剑道一出 他顿时锋芒毕露 像似开天神剑 刺破云霄 斩天裂地 轰猛龙 当夜星辰的终极剑道和杨灿的生死末盘撞击在一起之后 发出一连串的爆炸声 恐怖的能量 不断的肆虐出来 令得这片战场一片狼藉 砰 巨大的生死末盘 威力恐怖绝伦 旋转不停 想要将万物众生都要磨灭 一股漠视的意境显露出来 砰 夜星辰的终极剑道更加可怕 他那无数的剑道汇聚在一起 代表着剑的终极境界 威力无匹 给我滚开 杨灿大吼一声 他将两柄弯刀挥舞到了极限 使得生死末盘的威力更加恐怖 想要一举磨灭夜星辰的身体 然而 夜星辰的终极剑道更强一些 竟然硬生生撑开了杨灿的生死末盘 无匹的剑芒喷吐而出 将杨灿手中的双刀都给震飞了 霸权一招得力 夜星辰乘胜追击 他栖身而来 与赤手空拳的杨灿进身战斗 无敌的霸权施展开来 可怕的力量滔天卷起 扑 杨灿不敌 喷雪倒飞 脸色惨白 夜星辰依旧不放过他 一手持剑 一手握拳 杀得杨灿节节败退 毫无疑问 杨灿死定了 至尊楼内 一众大圆满强者 都露出震惊之色 杨灿他们很熟悉 实力绝对不弱 但却不敌夜星辰 由此可见夜星辰的实力 有多么可怕 即便是在一众大圆满当中 也属于绝对的强者 顿时 很多人都露出凝重之色 看向夜星辰的目光 都有些忌惮 彩虹仙子眉头皱了起来 自己挑拨离间一番 确实便向帝帮助夜星辰立威 这可不符合他的目的 当下 他给其中一个人使了个眼色 那人领会 当即飞升而出 一掌轰向夜星辰的后背 并且大声喝道 夜兄 得饶人处且饶人 杨灿已经败了 你又何必赶尽杀绝 他虽然是劝架的语气 但出手却没有丝毫留情 一副要置夜星辰于死地的样子 夜星辰眸光伶俐 他不用猜就知道这又是彩虹仙子派来的人 如果他转身抵挡此人 那么杨灿就会获救 而获救的杨灿 肯定对他痛恨无比 是他未来的大敌 反过来 如果夜星辰继续轰杀杨灿 那么后背便会遭到对方的攻击 就算他肉身强大 恐怕也会伤势惨重 一旦受伤了 那么以彩虹仙子的能力 想要杀他就容易多了 这些想法 都在电光伙食之间 出现在夜星辰的心头 如果是之前的我 还真是很为难 但是现在 呵呵 算你们倒霉 夜星辰随即一脸冷笑 只见他头也不回地 继续攻击杨灿 准备给予杨灿致命一击 同时 他手中掐动印绝 两团火焰 顺着他的手掌出现 然后彼此融合在一起 组成一朵美丽的火焰之花 这朵花随即朝着身后袭来的那人飘去 大厅内 灵堂看着那人袭击夜星辰的后背 顿时皱眉道 赵阳这次太过分了 随便插手别人的战斗部说 还偷袭对方一点大圆满强者的气度都没有 他很不持这种人 大厅内也有很多人露出厌恶和不屑之色 作为大圆满强者 他们都有自己的骄傲 极度讨厌赵阳这种人 彩虹仙子淡漠的看了灵堂一样 随即淡淡说道 赵阳也是心急阳灿的安危 毕竟我们马上就要去那处一记了 少了一个大圆满强者 会让我们损失很大的 众人文言都是心中冷笑 现在说担心阳灿的安危 那你先前怎么还挑拨离间 不过 没人想得罪彩虹仙子 所以众人都是保持沉默 然而 就在此时 一片绚丽的火光 在至孙楼外爆发出来 令得众人满脸震惊 那是太阳真火和寒冰真火 这两大天火组合在一起 爆发出了恐怖的威能 这事 大厅内 一个大圆满强者顿时震惊地站了起来 是焚天九世 彩虹仙子也是瞳孔一缩 什么 灵堂大吃一惊 不敢置信道 他竟然练成了焚天九世 第八百八十章拒绝招揽 太阳真火和寒冰真火彼此缠绕融合 画着最美丽的花朵 在虚空之中绽放开来 那一片片花瓣 在半空中舞动 像似死神的微笑 带来恐怖的能量 很难想象 如焚天九世这样的急招施展出来 竟然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在身后偷袭叶星辰的赵阳 都被这美丽的花朵给迷住了 长势都减弱了几分 不过他很快就行转过来 而且感受到一股极度的危险气息 这美丽的花瓣之中 蕴含着致命的危险 照扬瞳孔一缩 故不得再度攻击叶星辰 连忙防御抵挡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飘来的花瓣 彻底爆开了 化作漫天的火焰 如同灿暗的烟火 空 一股恐怖的威能 从此地席卷开来 整个至尊楼都是一颤 这令得至尊楼内的众人感到很惊心 因为这股能量之强 简直堪比半步无敌层次的 强者全力一击了 秋 忽然 一道狼狈的身影击射而出 逃向亡陵古城 夜星辰 我记住你了 今日之仇 我赵阳他日必当百倍奉还 赵阳 他此刻很狼狈 几乎一身是血 连逃跑的时候都在咳血 简然 在焚天酒市的恐怖威能之下 他受创严重 不得不躲进亡陵古城去疗伤 看着寄牛蛮之后 又一个被夜星辰逼的躲进亡陵古城疗伤的大员满强者 至孙楼内的众人 都感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 而当他们看到杨灿的尸体后 感受到的压力变更大了 以一己之力击杀一位大圆满强者 重创一位大圆满强者 这样的实力 几乎比肩半步无敌层次的强者了 看着缓缓走入至尊楼的夜星辰 大厅内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不认为是杨灿 赵阳若 而是夜星辰太强了 哐当 夜星辰随手将杨灿的脑袋扔在地上 刚好不巧地滚到了彩虹仙子面前 迎着彩虹仙子那难看的脸色 夜星辰咧嘴一笑 重新在灵堂旁边坐下 继续喝酒吃肉 如此震慑 令德大厅内陷入了寂静 兄弟 你厉害 灵堂对夜星辰竖起了大拇指 夜星辰淡淡一笑 不远处 彩虹仙子深吸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深深看了一眼夜星辰 随即环顾四周 对众人说道 既然人已经来齐了 那就商量一下一记的事情吧 五大公子已经说了 大家一起合力攻入一记 到时候有什么宝物 那就各凭本事争夺 但是在攻入一记之前 大家不允许互相厮杀 否则便是与所有人为敌 你们有意见吗 这很合理 众人当然没有意见 很好 那我们一个礼拜后出发 彩虹仙子说吧 便起身离开 他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毕竟刚才夜星辰给他的震慑太强烈了 他的挑拨离剑被夜星辰以绝对的力量摧毁 这让他看起来像似一个小丑 脸面丢尽了 彩虹仙子走后 也有几人随之离开 不过 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来 与夜星辰结交 因为夜星辰所展现出来的可怕实力 让他们很服气 所以想要结交夜星辰这个人物 林唐冲当中间人 替夜星辰介绍了不少大员满强者 夜星辰也没有骄傲 这些大员满强者都各有各的特点 未来成就绝对不低 以后败入大门派之中也很有地位 提前结交他们 对自己将来也有好处 毕竟 多个朋友 总比多个敌人要好得多 林唐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才放下他弟弟和夜星辰的恩怨 而选择与夜星辰结交 接下来 夜星辰便居住在至尊楼 相比于二三十位大员满强者 至尊楼的房屋有很多都是空的 根本住不满 他随便找了一间屋子就住了下来 咚咚咚 夜星辰刚刚进屋没多久 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 临时探视出去 夜星辰顿时知道来人是谁 他不由得嘴角微微翘起 有些惊讶 有些好奇 随即淡淡笑道 彩虹仙子 这么晚了 你来找我做什么 把客人挡在门外 这似乎不是待客之道吧 彩虹仙子的声音响起 夜星辰摇头一笑 随即挥了挥手 房门便自动打开 彩虹仙子则轻移连步 走入屋子 房门随即关上 望着面前美丽动人的彩虹仙子 夜星辰眼中没有丝毫欣赏之色 毕竟之前这个女人三番两次针对她 若非她实力强大 恐怕下场不会好多少 赤矣 夜星辰看着彩虹仙子 冷冷说道 我要休息了 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 请你马上离开 夜公子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 我彩虹仙子亲自登门拜访 可是很多人都求之不得的机会 彩虹仙子那双充满魅惑的眼神 看着夜星辰说道 我对你没兴趣 夜星辰淡淡说道 随即在床上盘膝坐下 准备修炼 彩虹仙子眼中目色一闪而逝 自打她出道以来 谁不将她奉为座上宾 谁不倾慕她的绝世容颜 但是夜星辰却视她为无物 着实让她心中不爽 不过 想到自己的来意 彩虹仙子还是强行压制住心中的愤怒 她笑着说道 夜公子 我来此只问你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加入你们 什么意思 夜星辰睁开眼眸 冷冷看着她 彩虹仙子淡淡说道 我的身份 想必你已经从周克那里猜到了 你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夜星辰文言恍然大悟 这是打压自己不成 就想要拉拢自己了 想要让自己加入地狱 夜星辰摇了摇头 打死她不不愿意 当下 夜星辰毫不犹豫地摇头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彩虹仙子还是请回吧 你 彩虹仙子没想到夜星辰拒绝得这么干脆 他眼神凌厉 就要发作 却是陡然想到了夜星辰的实力 心中顿时忌惮起来 深吸一口气 彩虹仙子神情冰冷地说道 你好之为之 我们地狱要杀的人 还从来没人可以活着 说吧 彩虹仙子就离开了夜星辰的屋子 屋内 夜星辰看着紧闭的房门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我会是例外 最后 夜星辰继续参舞战江天